慈悲法语 这世间所有的教导 都可以包含在这一个教导中 无常 无常和耐心的安忍 这就是如何去接近佛陀的教导 无常 世间一切都是不确定 一直到我们能见法之前 我们必须要有耐心和毅力 我们必须忍受 我们必须放弃 我们必须锻炼勤劳和忍耐 我的理解是 基督教的老师们是自爱的 舍离和悲悯的 是别人如己的 牺牲的 不执着的 和许多佛法的基本道理一样 对我来说 他们庆祝圣诞节 那看起来很好 尤其那是一个给予 宽容和爱的节日 只要我们谦逊 并放下己见 重视人多 也能合合成 如法的身团 佛陀教导我们 要甘于平凡与平淡 如果我们不在 这一方面留意 而自认为比别人强 高尚或特别 各种迷惑就会生气 事实上 人类并没有什么 无论我们可能是什么 那也只是在外表的领域里 如果我拿掉表面 见到超越 我们了解 并没有什么在哪里 只有普遍的特性 出生 变异和体面 就只是这样 修行的本质 是去观察动机 和审视心 一 你必须有智慧 不要去分别 如果别人不一样 别烦恼 你会因为森林里 一棵弯曲的树 高度和直度 都与他树不同 而懊打吗 那是很愚痴的 二 别去衡量别人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不需要去承受希望 改变他们的重担 如果想改变任何事物 就去改变你的无名 成为智慧吧 三 别跟那些不修行的人生气 不要评论他们的过错 只要时时劝导他们 当他们的性命成熟时 自然会来求法 四 没有在修行的人 就如同仍然青涩的果实 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成熟 甜美 就顺其自然吧 只要宣传我们的药就够了 当有人生病时 自然就会过来买 有些修行人 喜欢争论禅法 建律与直观 别和他们争辩 我从不和人争辩 我从不和人争辩 我做我了解的修行 别人相信什么是他们的事 不要大惊小怪 我照自己的方式修行 我照自己的方式修行 如果你们有兴趣 也可以尝试 我无法强迫你们 如果你们感到好奇 就得自己去寻找答案 否则 争论将没完没了 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要修行 为何还对琐碎的事情感兴趣呢 我只得到一点点 而你却得到很多 你跟我争过 所以我现在也要和你争 我丝毫没有这些念头 因为我并不是在寻求这类的事 不论他人做了什么 都是他们的事 到其他寺院去 我也不曾牵涉这类的事 别人修得如何高或低 我都不会去感兴趣 只注意我自己的事 长久的修行之后 你就会明白 那些太聪明的人 短时间内就离开了 永远也学不到东西 你必须除去你的聪明才智 如果你认为你比别人优越 你只会痛苦而已 真是可以 在佛法的休息中 我们不需要打击别人 反而要征服我们自己的心 耐心的人 并且抵抗我们所有的情绪 在修习佛法时 我们不心怀愤恨和敌意 反而要放下我们自己行为 思想上不同形式的恶意 使我们免于嫉妒 称怒和怨恨 怨恨只有透过佛祭仇 不怀怒 才能被克服 自你出生以来 这颗心骗你生气 不知多少次了 有时心甚至能引起 整个家庭争吵 或使你整变哭泣 然而 我们仍然继续不断地发怒 我们仍然握着事物而受苦 如果你没有看到苦 你必然会继续痛苦 今天如果你看到了生气的苦 那么就把它丢了吧 如果你不丢掉它 它将无限起地引发痛苦 没有机会可以休息 如果有人做了什么坏事 或生气起来 你自己可别也生气了 假如你也生气的话 你就比它们更无知了 要有智慧 将慈悲存于心 因为那个人正在受苦 将你的心充满慈悲 仿佛它就是你亲爱的兄弟 把专注于慈悲的感觉 作为禅坐的主题 将它扩大到世间的一切众生 唯有透过慈悲 称怒才会脾气 你做每件事情 都必须清楚 觉醒必须做 当你了解透彻 就不再有任何必要 去忍耐或勉强自己了 你会有障碍与负担 那是因为 你没有领会到这点 不管你多么努力地 使自己得到解脱 你都无法放下 除非你了解到 解脱的价值和被束缚的痛苦 你必须在你能真正地修行之前 了解到放下欲望的价值 唯有这样 才有可能真正地修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顿重点灵与顺敏